有人说,当前A股只有金木油席,所以虽然短线的确比较脆弱,找它创指低幅伤大一点,最近各大证券报提升力挺A股,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,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记住一点,市场的战略性投资机率,都是时代的亏论,并不是自己多么牛。 比如15年前的房地产,4年前的A股市场,莫不如此,当下,政策上力挺A股市场,其估值已到达历史地位附近,战略性的投资机率期,获得众人恐慌和麻木之际,正在缓缓地向我们走来,更进一步的详细分析,请关注张春林,锁定他每天的语音解盘分析提示,风险提示。